有一篇课文叫 一个苹果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 张继发老人张老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是在10月31号 他们大反攻夺回表面阵地的 24小时以后 是不是 这次班的一个老王 他来上送单药 他说叫给我一个苹果 我说你的苹果从哪里 他说我在本路上捡的 你捡的你为什么不吃啊 你妹的天头比我更辛苦 我把它交给你 这一个苹果交给我 我那条坑道里头 有八个人 大家一直的意见 你脸上吃 你脸上嘴应该吃 你嘴辛苦 串了三圈没人吃 后来我在这苹果上摇了一口 但是口也不大 摇了一口 串下去 一个人 一个人摇一口 一个人摇一口 整个的那么 八个人 这么大个苹果 转了三圈才把这个苹果吃 谁也没见到那苹果糊 也没见到苹果糊 都吃了 八个战士 每个人的嘴唇都是干裂的 为什么一个苹果 在八个壮年男人手里 居然可以 转了三圈回来才吃饭 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 哪怕多咬一点点 我多吃一点 我的战友就只能少吃一点 我希望把这个苹果 更多的留给我的战友 有时候战友之间的感情 可以同生 共死 对 打赏 就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